幸福佛陀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泰 佛心花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这一首诗中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镇板桥正在画画 然后那个竹叶 他在画竹 在画山的感觉 然后呢 他又泡了一个很好的茶 坐在旁边 陪伴在旁边 那我想呢 现代的人呢 寿命都非常的长 我们现代的人都要活到一百多岁 所以我们要乐活 很快乐的生活 要把生活过得很有品质 所以现在很多的各种的社区大学 社会大学 都鼓励年长者 能够多多的去学习 那我们在社区大学呢 也会看到好多年长的长辈们 在那边学画画 那学各种的才艺 那我们在读到镇板桥的真首诗的时候 也看到现代的人呢 到了即使是白发长长的年龄 都还很快乐的在学习 那借由这种画的意境呢 今天呢 我选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笔架 各位爱画的菩萨可以欣赏一下 其实这样的一个笔架呢 平常我们用它来挂我们的毛笔 就是挂画画的画笔 那平常在挂画笔 那这样的感觉呢 有时候在家里 然后铺个白卷子 就会觉得随时就会想去动手 画两笔画的感觉 那这样的一个笔架呢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插画 比如说今天 我就用它来结合一个花器 一起来做一个作品 那在这个意境中 就像在画画一样 那各位爱画的菩萨 接下来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一个花器 这是一个梅瓶 那我们之前介绍过 梅瓶呢 它是上段比较宽的 然后它微微的有一个弯曲的曲度 一个腰身的感觉到下段 那梅瓶的感觉很浑厚 很阳刚的一种美 那今天我借由这样梅瓶 跟这样的一个笔架 两个之间做的一个搭配 来插作一件这样的作品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先欣赏一下 这样的一个意境跟感觉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作品中呢 我们可以插花 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应用 那这一个比较呢 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表现 这个花艺的作品 好 我先呢 选用 今天我选用的这个花材呢 各位爱花的菩萨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也让很多人很喜欢的石榴花 那我个人很爱石榴 我的母亲也很爱石榴 因为石榴象征多子多孙 所以石榴呢 让很多人看了就会觉得很喜悦 尤其是我会花 我们到年纪越大的时候 就会越感觉喜欢 这个多子多孙的一种 象征的一个含义 那各位爱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轻轻地把这个石榴 借这个笔架 这个整个笔架的感觉 轻轻地跨过去 就形成一个很美好美好美的画面 好 那我们再继续地往下擦 那我现在是 有一点把它这样子 跨过这个笔架擦过去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里面的空间 不过今天这个石榴呢 它因为很重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擅巧方便地去运用 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石榴要擦在这样的一个瓶子上呢 如果没有这个笔架来做 它的支架的话呢 它是很难擦的 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笔架呢 刚好把它这样子跨上去 那石榴呢 那石榴呢 它那种灵动感 那靠着比较的力量 那在这边 很有姿态的意境呢 是很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再用一支这样的一个石榴 我再继续往里面擦 好 我们试一试看它的这个角度 好 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种花财 所以在中国的婚嫁嫁娶的习俗里面呢 石榴呢 也是 必须要有的 比如说 订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那女方都要 随着女儿嫁到南方呢 要有这个石榴花 一起带过来 象征的 一个子孙的传承 一个生命的 一个绵延的 代表的意义 那我们说 所以 自古以来 很多人喜欢画石榴 像很多很有名的画家 都有画石榴花 我记得徐薇呢 有一幅画叫 流开见子 就是石榴花开 那看到 象征石榴 整个成熟到了一个顶点 然后裂开来 然后呢 里面一颗一颗的子 都是象征 一种很吉祥的象征 那接下来呢 我用一支 这样的一个石榴花 各位看到 刚刚的那个是果实 那接下来 这个石榴的纸 石榴的花 刚刚看到的 这个是它的果实 那现在这个是 它的花 好 那我们再把它剪一小段 那我们看到 石榴的花的颜色 非常的美 它的色彩呢 很鲜艳很美 好 我慢慢的 利用它 剩下微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缝 我把它这个石榴花 慢慢的插进去 好 再慢慢的把它插进去 那我们中国人自古有一句话说呢 拜祷在石榴群下 形容这个石榴群呢 是一个很美的 那自古以来很多的人 也觉得这个石榴的颜色是很美的 所以古代的女子呢 会把衣裙染成像石榴的颜色 觉得它是非常美的一种色彩 那我们说呢 五月流花 红是火 那所以呢 石榴花呢 是五月最重要代表的花盟主 那五月的花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的就是石榴花 那我们刚介绍到石榴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所以呢 像这样的花呢 在这样的一个姻缘时节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美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那前些时间呢 我自己买了几个盆栽的石榴 很喜欢 因为每次都觉得可以用它来擦花 尤其是当这个石榴花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买一个盆栽 然后捡它自然的石榴花 随时擦一个小茶花 或放在树栽里都觉得很美 那前些时间呢 我的花园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整理花园的工人 不小心把我的一些花给弄坏了 他们觉得很抱歉 不知道怎么样来跟我说 结果我刚好石榴很想种在土地上 然后我就说 他就说不知道怎么样来跟我说道歉 我就说那这样好了 你就把我的石榴花种在土里 让它可以长得很茂盛 因为我实在没有那样的体力 可以再把它自己把它种到那个土里面去 虽然是有一点点赖皮 请人家做这样的一个帮忙 不过也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石榴 那希望种下去的这个石榴能够开得很好 在日后的很多的音源呢 都能够供养大众 那您可以尝试的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除了这样的作法之外呢 我们也来试试看摆摆看 怎么样让这个作品呢 在我们的桌面上 除了这样的意境之外 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摆饰 那可以做我们整个空间 或者一个展场的一个设计 尤其是当五月石榴花开得正美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个吉祥的象征含义的时候 也是很好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在这个非常美的这个石榴花中呢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布置跟设计 那有时候我们刚刚介绍到 有时候我们要在展场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或者其实有时候像这样的作品 在画展 书画展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运用在期间 那有时候我在书画展的会场会发觉 有些人会送一些很夕阳式的花 或者很多很多的花 那感觉上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雅致 那我觉得书画展的会场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配上一样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整个那个意境啊 还有整个跟画的结合的感觉就很好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比如说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石头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上面呢 有时候如果你有因缘到花市去的时候 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石头的时候 您可以把它自己买一些你喜欢的盆栽 那把它种在里面 那它就会形成一种这样满美的一种感觉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种不好 它如果没有照顾得很好 它哭泪了 那我们可以重换 那这个过程中呢 也可以学习很多新的植物的知识 那这样子有点那个太湖石的感觉 那在这个作品中呢 我再配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杯 一个杯盏 一个这样的一个杯盏 把它搭配在里面 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意境跟空间的感觉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那我们刚刚介绍到 其实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那结合花 结合桃 那也结合石头 所以在我们日常现在的时代呢 我们很多展场 或者一个产业要推销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展场的一个布置 那像这样的布置呢 我觉得 您也可以不妨试试看 让整个空间呢 让人家进去就觉得 很有艺术文化的气息 那也能够把我们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艺术 融入在我们现代的产业 让古今的东西交汇 然后用古人的智慧 那善用现代人的头脑 相得益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接下来呢 各位爱华的菩萨们可以看到呢 我的前面有一个水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盘 那其实这个盘呢 它算是一个烧了有一点点小问题的一个盘 那有时候呢 虽然说有一点点瑕疵 或者不是那么理想的东西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拿来善用它 像前一阵子我们在办茶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上面 因为这边有一个洞 不能插花 那我们就在上面铺了一个叶子 然后把很多很好很可口的茶食 那整个把它摆在摆设在上面就很美 那今天呢 我用它这个洞 它自然的有一支 刚好有一点点瑕疵的这个洞呢 做一个设计 比如说呢 我刚好有两个点过这样的一个蜡烛 那各位的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蓝色的蜡烛 那刚好给它放下去之后呢 那它就形成一个蛮 很特别的一个结合 两者之间就是这么的match 它结合在一起 那我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蜡烛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盘上呢 我可以很干净的 不要放任何的东西 那我也可以加一点点其他的东西 来做搭配 比如说呢 如果说我有竹叶的话 好我们试一下看看这一片竹叶 因为我们刚刚再看看哪个竹叶比较好 像这样的一个很清零 很简约的一个意境 我把一片这样的竹叶 轻轻地靠上去 靠上去 好然后呢 我可以在上面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杯盏 像这样 白色跟蓝色的之间的一个搭配 好那比如说呢 我现在要 家里如果说有客人来了 那我希望呢 也许是两个人喝茶 那我们说 延期幼市里面讲说 一人喝茶得其神 那二人喝茶得其趣 那三人喝茶得其味 那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个客人来了 或者说我跟我家人一起喝茶 那我就可以布置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这样子的感觉 就已经可以让你感受很好了 所以刚刚借由正板桥的这个诗 他说呢 几枝新叶萧萧竹 那树笔横春淡淡山 他画几枝的新的竹叶 他画了一点点的用笔去春了几笔的那个山的感觉 然后他说呢 其实在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意境中呢 一杯香茗座期间 那泡一个很好的茶 那坐在其间喝茶感受是很好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感觉就已经很美了 那如果说您姐的希望整个意境呢 或者把作品加得在稍微的 有一点特殊的一个设计的话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又准备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瓶 一个天球瓶 那我在这个瓶上呢 我就可以插一支的竹 来跟它上下辉映的感觉 比如说呢 我这样的一支竹 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飘过来的感觉 好 这个竹叶呢 在感觉上多了一些 我稍微把它修一下下 让它比较少一点点 好 长度呢 我还是保持有点长度的感觉 但是呢 叶子我们让它少少的 就像珍宝桥在诗中形容的 因为我们说呢 幽黄千干 路化只有一竹 那我们也讲说 落水三圈 但是我们只取一瓢影 所以呢 我们知道其实生活呢 需要的不多 所以我们在插花的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插花常常讲说 多多许不如少少许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在选用这个花材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 像诗人在意境中说出来的感觉一样 我稍微把它剪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叶子 好 那现在的叶子就少少的 我们再试一试看看 因为有时候呢 一杆的竹 它就能够把那个意境呢 整个带出来了 好 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子 一点点的这个 一杆的青竹 然后加上一个 一个圆盘的一种设计呢 那来构成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的感觉 所以呢 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呢 我们藉由喝茶品名 那静思 静静地思考了人生的方向 这个都是很好的 所以今天在这样子很有情调的这个空间中呢 那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上海非常 过去在上海非常著名的 红顶商人杜月笙的故事 那杜月笙呢 在这个时代 正反两面各种评价都有 不过呢 杜月笙有一段故事也是令人很感动的 当杜月笙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的时候 当时他的父母亲 因为再一次瘟疫中 父母双亡 那当时杜月笙还很年轻 那他就要求的 他的亲戚邻居 帮忙他 用了一口的搏关 然后抬到山上一个比较荒山的地方 为父母亲安葬 因为呢 他当时非常的贫苦 家里很贫苦 所以没有什么钱可以为父母亲安葬 那他的亲人跟邻居呢 就帮忙他抬了那一口搏关上山 然后呢 没有想到到了半山的时候 就下起了帮搏的大雨 那个雨下的大到了没有办法让人前进 所以他的邻居跟亲人就说 雨下的这么大 我们就只好暂时停关在这里 那等到明天雨过天青之后 我们再把这两口的棺材继续往上 去把它往山上去把它安葬 就这样子他的邻人呢 邻居跟亲戚就下山了 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雨过天青之后 那杜月生就带着他的邻居跟他的亲人上山 可是呢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就发觉那两口的搏关呢 已经被水整个的冲下来了 冲下来了 所以呢 已经被很多的土给他掩埋了 那他的邻人呢 邻居跟亲戚就说 那既然这样子已经也挖不出来了 就暂时安葬在这里好了 那杜月生呢 在父母身亡之后呢 他就想说呢 自己要到上海去发展 那他刚好有姻缘 到了当时上海非常著名的商人 黄金龙那里去 那当时呢 黄金龙刚好 他的母亲身重病 那相似呢 来很多的医生来看病 都看不好黄金龙母亲的病 后来有一位相似就跟黄金龙说 他需要找一个阳气 非常旺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呢 也比较有正面的一个阳气的人呢 站在他母亲的病床的前面 替他的母亲挡这个煞气 那黄金龙呢 当时看了一下 就发觉杜月生呢 非常的年轻 而且阳气很好 就请了杜月生呢 到他的母亲的病床前面呢 去照顾他的母亲 然后也替他的母亲挡这个煞气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过了不久呢 黄金龙母亲的病 竟然真的好起来了 那黄金龙在母亲病好起来以后 就非常的开心 他就想了一笔银子呢 给杜月生 然后呢 他就派了他的帐房说 你等到他领了这一笔帐房 这一笔的银子之后 你跟着杜月生出去看一看 看杜月生怎么用这一笔银子的 如果说呢 当时黄金龙心里是这样子盘算的 如果说呢 杜月生呢 把这一笔钱拿去花天酒地 那吃吃喝喝把它用掉了 那黄金龙就要用他来做 他的身边的这个把手 那如果说呢 黄金龙呢 把这一笔钱存到银行里面去 那黄金龙就准备呢 把他呢 让杜月生做他未来的帐房 那当杜月生呢 领到黄金龙这一笔 这么大的赏识的时候呢 那他的管家呢 就跟着杜月生呢 去看看杜月生怎么样去用这一笔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呢 杜月生呢 沿着路上 沿着上海滩的路上呢 看到很多很贫苦的人 然后呢 他就一一的把他身上 所有的这些钱呢 这些银两呢 看到所有需要路边的 孤苦病苦贫苦的人呢 一点一滴的都把这些钱呢 都布施供养给他们 帮助他们 那管家呢 万万也没有想到 杜月生是这样的用这一笔钱 当他回去告诉了黄金龙 杜月生是怎么样的用这一笔钱的时候呢 黄金龙非常的感动 他没有想到说 他真的是没有错看了杜月生 后来呢 慢慢的黄金龙就 以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对杜月生 慢慢的就让杜月生呢 成就了他后来在上海的 这个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像杜月生这么一个有成功的人 这么有成就的人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非常悲悯的心 非常关爱众生的心 所以我们说六度波罗蜜的首一个度 就是要布施 我们懂得布施 那懂得跟大家结善缘 那自然呢 我们的生命就容易成就 所以有时候 藉由插一盆花 或者是我们有一杯的茶 就像今天借由 正表演乔的这个诗中呢 他说 几枝心夜消消煮 那树笔横山横春淡淡山 那在这个品名的过程中呢 我们来思考人生生命的方向 那也会让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体悟 那期待呢 您也能够学习像这样的一个精神 懂得布施 关怀别人 这样才是更能够成就自己生命 成就自己道业的一个姻缘 那愿此香滑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祿活字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酒 深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恭送 料师 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恭请 慧姓法师领众 时间7月11日星期四 下午1点半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慕福恩 要让慈悲变成一种习惯 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 一旦不小心迟到婚时 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 同理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 如果内心存有恨意 不愉快等念头时 也很容易向内反省与自责 并使自己很快速地 再度安住于慈悲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